乌兰地铁站设围栏 试验推行一个多星期来 出现成效 多数的个人代步工具的骑士 遵行标语而下车推行 据我们的记者洪宝林观察 仍然有骑士不顾围栏继续骑行 学者则建议围栏的设置方式 应该适时地调整 记者星期三午餐时间 走访乌兰地铁站时发现 一小时内来到地铁站的 个人代步工具骑士 大约50人次 多数看到栏杆后 都会下车推行 有五名骑士则选择穿过围栏 乌兰地铁站内有不少餐厅店 旁边还有购物中心 因此这一带经常都可看到 骑者电动踏板车的外送骑士 尽管陆路交通管理局规定 地铁站内不能够使用 个人代步工具 但为了贪图方便 一些骑士还是选择骑行 穿过地铁站 这两家送餐服务公司 授寻师都表示 会时常提醒骑士 有关安全骑行的最新条例 乌兰地铁站四个出入口处 一个多星期前设置了围栏 受访学者认为繁忙时段的人流量高 建议把围栏挪开 新传媒新闻记者 红宝林报道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